你没有看错 台上一起合唱的正是水木年华组合 卢庚虚 妙杰 李健及潘月明四人 当天由卢庚虚指导的电影《处女座青春怒放》 在京举版发布会 而作为曾经水木年华成员 单非十年后的李健 此次与老友卢庚虚再度同台 不但没有丝毫陌生和尴尬 更在当天宣布 李健将担任其同名电影演唱会的助唱嘉宾 这样的合作唤醒了不少80后的青春记忆 也有不少人猜疑他们是否还会在一起 我们有过相同的经历 大学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 有过很多相同相同的观点看法 我觉得虽然说是在音乐上没有再合作 但是我觉得那种默契和那种共同的情感过程 我觉得我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好像曾经爆出过说 那个水木年华可能和李健会再合体 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一切就有可能 对 而受离婚事件缠身的潘岳明 当天也作为电影主演亮相现场 不过其心情看下去恢复得不错 台上与好友们聊得十分开心 但在发布会结束后 潘岳明却匆匆离场 没有接受任何采访 不知是否为了回避媒体 问起有关伊能静的废谋话题 近日网报伊能静状告某周刊报道 离已产生共鸣 潘岳明与伊能静急重组家庭的不实新闻 虽然当事人迅速闪人拒绝回应 而作为潘岳明的好友 文虚也第一时间出言力挺 作为潘岳明的好朋友 然后最近有晚上 关于他和伊能静老师的一些词文 然后你们有没有 我觉得这纯是瞎掰 我打说一句 我感觉岳明以前是很爱东京 就比如说潘岳明试读成性这样的 绝对是假的 对 没这事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